自由廣場臨時遮雨棚封鎖線內工人們商討動線規劃 工程車也陸續卸下建材 為北市第三個車來速兩天後上線加緊趕工 台北市第三站車來速就設在中正紀念堂 可以看到主帳篷已經搭建完畢 現在準備開始擺設桌椅接水電 預計十七號就會正式啟用 因為附地廣範圍大相較於北市科的三線道 以及木柵車來速的兩線道 中正紀念堂可以開到四線道 預計讓民眾從愛國東陸進來 中山南陸出去 因為提升量能光是增點根本不夠 因為這個北龍要來幫忙 不過他一次都開四線 他滿邊是可以到兩千多 還少一個地點 不要亂下命令 不是只有裁檢 你後面那裁檢以後 後面那個PCR實驗室要找誰合作 那資料怎麼傳回 他怎麼上傳 這都要弄清楚才可以 總統喊出增設裁檢站 柯文哲堅持按部就班 不過黃珊珊臉書提到 已經敲定在台大醫學院體育館設立即門診採檢站 每天可服務八百到一千位民眾 下週會盡速增設採檢量能 盤點總統指示的北北基桃九大篩檢站地點 分別是桃園大園和龍潭站 新北則是汐止三重和江翠站 北市的自由廣場台大體育館也已經塵埃落定 只剩一處待評估 原則上是禮拜一 會開始正式運作 就算增加了汐止三重 每天的量能仍然是有限的 因為這裡面的量能 每一站五百或是一千 那對兩萬多來講 那只是一個小數目 在最短時間採檢量能 陸續就位正面迎戰 接下來可能的確診高峰 近新聞 黃宣董佑俊 裁縫報導